姚明巨手掏向裁判,CBA出炉裁判报告,来写自我大脸却获赞无数,从姚巨人,大姚老板,再大姚主席,姚明的优感则是之路,事实上,其的目的,当然不是为了求得一官范职,而是希望能利用其小巨人的影响力,来为中国篮球的改革与发展,尽一份巨人之力之心而已矣,到目前为止,姚明已主导了不少篮球改革措施,像国家男篮红篮两队的,都已起到了一定效果。 而近日,对于CBA的判罚,裁判问题上过去总是篮球捂着盖着的非优良传统,姚明也开始带下杀手,学习NBA的先进经验,让CBA针对争议性判罚,也出台了自己的两份裁判报告,这对中国篮球而言,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 这两份裁判报告,一份是CBA联赛中,山西队主场116比114战胜新疆的比赛,该报告中指出,比赛最后两分钟的五次犯规,其中裁判的四次判罚正确,但有一次漏判。 而这次漏判,也正是山西队断球反击,完成等级沙纳一球。 报告中认定,单指裁判漏判了新疆队球员在界外出球,而应由山西队发后场界外球。 另一份报告,则是北京93比90立刻广东的比赛。 报告中认为,在最后时刻,北京队在主场领先3分,且握有球权,要发界外球时,北京队方硕在接球时采现,裁判却漏判了。 显然,过去CBA比赛中,也会经常发生此类争议事件,像去年的CBA季后赛中,就多次发生广泛的争议事件,而一直默不作声的篮鞋,其实更容易背上灰锅,被公众认为,是对裁判负独自。 哪怕结果或并非如此,所以,其实,主动的对争议性宽杂发声,火热出炉裁判大杠,为公众提供准确的定性,立于能变是非。 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比赛结果,但却被取代公开,公正的效果,也很快能起到止息分针的作用,而不会再是想当然的阴谋论满天飞了。 据悉,姚主席为整肃裁判队伍,这次还实行了CBA裁判员分担分级管理系统, 在对联赛前十轮直台裁判员的表现评定后,同时进行了第一次动态档级调整。 在此次调整中,有六名裁判员升档,六名裁判员降档,另外还有十名裁判员,实行了档内升级,九名裁判员单位降级。 也就是说,随着裁判报告的出炉,裁判员的表现之好坏,优烈,就不再是老太婆的裹脚步,只是自臭自知了,而是公之于众,让CBA裁判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,并被其职业生涯,形成升降级彻肘。 很显然,这才是提升中国篮球裁判水平的阴楼之举,因此,老主席身下内部裁判的这一巨手,虽看似在裁判报告中自我打脸,但却会有利于中国篮球的进步,也更能赢得公众的无数点赞。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。